报道 好 插播现场这件消息 上个月发生在比义石部塞尔一座犹太博物馆的枪击案 法国警方一号宣布已经逮捕到了一名嫌犯 详细情况呢 我们连线国际中线的记者陈国华来告诉我们国华 好了 主播 法国检警单位已经证实 30号在南部大城马赛的一辆长途巴士上面 逮捕到这一名29岁 法国籍的嫌犯奈牧许 在他的行李当中呢 还发现了一把AK-47的步枪 以及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 检警认为很可能就是作案用的枪支 这一起比利时的枪击案呢 是发生在5月24号 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一座犹太博物馆 遭人开枪造成四个人死亡 当时监视器有拍下嫌犯行凶的过程 另外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 这名嫌犯呢 曾在2013年到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战士的作战 是否因此有仇视犹太人的情节 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主播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主播